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相面相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看这个中年的运势不错 这个婚姻感情上面并不是很好 凡是看到感情线比较粗的 那么这种就是烂桃花比较多 从这个婚姻线来看 这个儿子子女是比较不错 头胎是儿子,二胎也是儿子 一生啊,生儿子的命 这个只是未来夫运欠佳 我们来看这个十字纹 如果是手掌当中啊 有两条长短相近的短线相互交叉 形成十字纹 并且呢,这个十字纹位于无名指的下方 这个无名指的下方 并且呢,没有干扰到主线 就是容易受到这个异性贵人的帮助 异性缘非常的好 这个容易受到异性帮助而得财 而且也有偏财运 容易啊,这个 跟这个什么 跟这个三约文的意义是差不多的 因为异性而发财 这个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这个异性也是正缘 如果是女人的事业线太长 冲破了感情线 冲破了感情线 代表这个女人很劳碌 老实在赚钱 真正的好女人的命运呢 是清闲又有钱 不用自己太辛苦 虽然也有事业线 但是呢,到感情线就终止了 代表她嫁人以后啊 嫁了人以后就可以依靠老公了 就不用那么奔波劳累了 像这种冲破了感情线 就容易成为 虽然赚得到钱啊 但是呢,比较辛苦 这么一种 好了,有关这个首相内容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昂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 像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啊 我们下期再见